哈喽 大家好 我是娘子 像平时我们吃苹果的时候 地面上都是用刀去切 包括网上有很多的一些切苹果的工具 那前段时间我刷视频的时候也刷到一款 就是它 等会我把它拆开 我也来切一下 因为像我们平时切苹果也就切的没那么均匀 网上说这款切苹果工具可以切的很均匀又快又准 而且我刷视频的时候也刷到一些类似的视频 说这个非常好用 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好用 就是它 它这里是几个刀片 一二三四八个刀片 好像 好像不是很锋利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只要它能切就可以了 虽然我这个苹果不是那么好啊 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 怎么切不下去了 底下还没切开 但是这样已经完全可以了 这个好像切了也不是很均匀 好像你看 你看这一块 那么小 这一块有那么大 这一块 挺大的 如果中间这根柱子的话都是可以 然后其他的切的不是那么均匀 不过没关系 毕竟有块的一项在里面了 这个确实像网上说的那样 只不过 就不是那么均匀 可能是我这个苹果不太好 不太圆 如果说苹果 是个比较好的苹果 切出来肯定比较均匀 东西是好的 改天我再用这个来切一下别的水果 用这个东西确实很方便 一放一家 然后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用刀 去一块一块的切 切了也不均匀 用这个那就方便多了 熊孩子在家 也可以切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